Kanye 三 warned 華人的水面是很有關係的 我們這次就在波士頓那個世界性的睡眠測驗 那個睡眠的專科協會那裏 就發表了兩份報告 最主要就是我們發覺中國人 華人是一個睡眠窒息 上氣度窒息是一個非常之高明的一族 我們在這個報告更加表現出來 就說我們東方人尤其是女性 是一個重量對睡眠窒息的嚴重性是很大的影響的 我們發覺第一 中國人那個睡眠窒息 是比起西方人和南亞裔人是很嚴重 而再加上重量的話 是會令到那個睡眠窒息更加增加 所以我們的訊息就是告訴各位 就是希望那個睡眠窒息 那個要控制到 還有減肥的重量的控制 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個環節 還有另外我們一個報告就是說 發覺那個甲狀腺腫瘤的病法 似乎是跟一個睡眠的質素 是有非常之密切的關係 我們發覺睡眠窒息 或者睡眠質素差的人 似乎患了甲狀腫瘤 或者甲狀腺癌的機會是升高了 我們現在暫時這個報告 還未知道關係在哪裏 但是我們知道是有一個relationship 但是要進一步去研究 去了解睡眠的質素 和甲狀腺癌的來源和起因 你的病人或者是今天看到這條新聞 那些觀眾他們想治療 他們覺得自己是有這個病的 他們通常求診的程序是怎樣的 是還家庭醫生的 或者是找你這樣的專家 通常我們現在下一步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應該了解到睡眠窒息 照底睡眠的質素是一回事 如果有個問題或者我們覺得有這個concern 就找家庭醫生去了解到這個問題 或者他會轉介給我們的專科醫生 睡眠質素是專科醫生去做進一步的調整 現在要麻煩你去找家庭醫生 因為家庭醫生可以幫你轉介 可能看看你的情況 是不是有需要做 做睡眠7次的時候 我們就會讀你的呼吸情況 氧氣充足程度 和你肌肉動的情況 腦波和心電圖 所以簡單來說 就好像做一個身體檢查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你晚上睡覺的情況 究竟是不是健康 或者你睡覺的形態 和你的質素是否健康 所以做專科醫生 睡眠專科醫生 就可以看著你的報告 告訴你你的療程 應該怎樣做才適合你 可能真的要低機器 或者是你睡覺 打質分身份 其實可以的 或者其實有些是可以吃藥的 有些或者是做手術 或者是減重 所以剛剛醫生也有提及到 所以其實都不是說做測試 做很害怕的 一定要做些什麼事 有很多時候 醫生就和你評估一下 和你討論一下 看看你睡覺的整個報告 應該怎樣做 比較適合你的 如果睡著 或者是沒有 因為有很多病人 相信可能自己 如果是做過上面測試的那些 都會告訴我 我是整晚沒有睡過的 其實如果是有這些 我們就可以很準確地知道 你第一階段睡覺 第二階段 甚至乎你發夢 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準確地知道 你睡覺的形態 質素 睡醒幾多次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裡 其實可以看到 病人呼吸來講 這裡是很平穩的 看到這裡其實是停了的 我們可以放大一點 我們先看看 我們可以看到 呼吸的情況來說 一直都很平穩 不過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開始有平頓的情況出現 之後又開始有呼吸 通常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 呼吸的情況已經不是很標準 開始的氧氣開始低 如果氧氣開始低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 氧氣開始從九十幾 開始缺氧去到 通常去到六十幾 都會有 長時間這樣下來 之後開始 呼吸的情況 不太好 開始有氧氣 開始低的情況 去到 六十五 其實來說 如果是最低的情況 我們見過是五十都有 所以如果是長時間 每晚你睡覺的時候 停止呼吸的次數太過多次 氧氣缺氧的情況 一直去到五十幾 氧氣 其實是不可以低於九十五 在任何情況之下 如果長時間 它的氧氣都去到五十幾 長時間都去到五十幾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的心臟 和我們的腦 就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因為它的心臟 我們接收不到觸覺的氧氣 它長時間更加快 長時間更加快 長時間更加快 的時候 血管能化的機會就很高 這就是為什麼 血管能化的機會高 現在一高 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們心臟病 和狀況的機會 亦都更高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